明天北水开始暂停交易 因为国庆假期 下星期五才重新有北水流入 今个月至今恒指跌了1600点 跌了6% 今季至今跌了4600点 去到去年10月的水平 其实政策阴霾是未除的 大家都很明确地理解到这个事情 但是恒指去到现水平 你觉得跌够了吗? 跌够了吗? 真的不要估底 我们从来不敢跟大家说 跌够了 估底了 问题就是比你估中的开心 你一觉得跌够的时候 万一再有些风险政策出来 实际上一定会大 我们在今年的市场上 不要突然间跌倒 这些位置很便宜 因为始终我们近两个星期 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在说五宇市穿两万五 现在穿了给你看 穿了你一定要审身 为什么说穿两万五审身原因 今年高位3183还是38 我忘记了 33183 33183好像是 跌下来 现在跌了多个两成 我们平时用一些最传统的角度 就是技术性孔市 整个指数进入了技术性孔市 就是意味着什么 有机会是走着一个熊市 你又假设 那些东西应该坏消息出阵 其实本来你都会想 可能坏消息出道 七月跌些什么 七月跌些监管因素 八月跌些什么 八月九月份的时候 特别九月中那段时间 跌些什么 恒大那些债务问题 是 你以为自己避过了这些东西 就没有事了 接着近期就是 想着我们年初资金炒得很好 那些资源股和行业股 现在最新就是说 限电 耗电等等 所以一定是见步下步的 我想不到突然间就是 内地的政策会突然间有个大转变 或者说有个能源方的问题出现 是 短线 替身上跌 我觉得你说 何时回复以往 炒股会不会炒市 起码上两万五楼上才去炒股会不会炒市 是 所以不要想着 估计 估到当然是开心 估不到你这些位置是不断地追货 或者不听刚刚的言论 不断地重创 是 再跌下去杀伤 我们会看到很多 问到再落伤 怎么办 好吗 你只得手指 现在很多股份 你只能够手围住 是 但是如果你太重创的话 你都很难受到去变 所以短线来说 我觉得在策略上是很简单的 你这一刻所有东西都是以胆次为主 是 尽量扎 尽量自己在说 没有那么重创 当然你会说 在这些位置指舍 一定会有些人会这样问 是 但是问题就是 自然时时 不是叫你完全 召唤双手 什么都不做 是 了解现在的市况 发生什么事先 是 现在短期市况上面 就是耗电上面 你说 听我说 其实 大家都是处于一个 严索 就是摸索阶段中 我不是太过 这些位置 你去拨计 跟赌钱 就没什么分别 赌钱当然有赢有赢 是 那你可以试的 但是这个不是主流意见上面 一个主流最炒股票 或者是说 一个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说 等些东西回稳之后 上到2万5楼上 总会找到投资机遇 相反的 如果你说上到2万5楼上 你完全没有东西买得下手的话 通常那些市况 就意味着什么 是贸弹来的 接着就可能还会跌下去 是 所以你说 暂时来说 我们觉得在这个水平上面 做任何部署 直播率你也会叫做不吸引 直播率不吸引 不代表那些东西不升上 是 但是只不过是困难的 这些市况你买东西 预料会输钱 是 所以短线来说 那个目标 我想在投资市场上 第一方面不要跑输肯指 是 那尽量是执币回創 是 可能来说增加现金比例 你手上不是拿着最糟糕的股份 不是短线来说 市场最风暗位的股份 是 你已经是拿着50%现金了 是 论跌下去的幅度 没有理由比肯指更多 是 所以现在说是做review 想想一下自己年初 至今整个2021年的 performance有多少 刚刚说肯指在7月份 9月份跌得比较多 是 只是说第三季跌了 差不多接近两成左右 是 年初至今整个2021年 恒指跌了一成以上 嗯 问题就是说 你今年2021年 究竟在股票市场上 的performance有记性是什么 是 如果你说是 参与了一年以上 只看今年2021年 自己的表现和恒指争计许 嗯 你如果本身也有一定的两体手 那你可以拼搏的 你有条件数 但是你本身已经是 明显地跑出恒指的 我想是时候要改变它的策略 是 因为短线来说 我们最怕就是说 会不会真的入红市 没有人能担保 如果那些政策完全是 粒粒乱 或者全球的经济增加放缓 真的入红市 那你只能够收 很难说在红市上面 是逆市 完全说 市数跌成两三成 你又赚回两三成 是难的 不是不行 是难 所以短线来说 我们觉得暂时来说 都是以一个审慎的态度 面对后市 嗯 是的 就是 现在 叫大家估大 也很难估 其实 都是一个估字 估字 只有一个估字 很难的问题 你输得起 就可以猜 但是这个不是主流建议的策略 所以短线来说 都是建议审慎一点 或者上去的时候 才想再去买些什么 是的 见步行步